今天是3月11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收评节目 很抱歉有点晚了 因为刚刚看完美国股市的收盘 那么我们现在来说一下今天的A股 今天在中午的节目里面 我们提到上午的北上资金表现有些奇怪 因为今天上午深圳三大指数的跌幅 并不是很大 但是上午深股通却是净流出了53点而已 果然我们看到真正的调整出现在今天下午 而领跌的正是创业版 今天创业版是下跌了2.2% 基本上已经把昨天反弹的上涨部分 全部还了回去 之前我们提过 创业版指数一旦跌破2160点之后 大家就需要对创业版的股票 进行一个减仓的动作 今天从盘中来看 创业版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反抽2160点 然后受阻回落的表现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北上资金截止售盘是净流出了74.7亿 其中互股通是净流出1.2亿 深股通则是净流出73.5亿 对于今天北上资金的大幅净流出 我们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应该是部分的护盘资金 借着昨天的反弹开始离场 其实市场中 大家一直都有怀疑 北上资金里面掺杂了一部分的护盘资金 只是这部分的比例到底有多少 就没有人知道了 之前我们也提过 一旦中国内地疫情开始慢慢消退以后 之前的那些维稳的护盘资金 就存在退出的可能性 另一部分应该是有部分外资开始逢高减仓 那么后面 护盘资金会不会继续减仓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的判断是 应该会离开 但是不会一下子全部撤掉 毕竟现在外围的环境并不乐观 今天晚上 美国三大股指又是经历了一次暴跌 倒虫指数跌幅又是超过了5个百分点 日本也已经发布了全国的紧急状态 美国和意大利的疫情也不是很乐观 所以外围市场应该还会继续动荡一段时间 因此 护盘资金应该不会一下子全部撤退 我们看到今天尾盘时候 深股通有回流一部分的资金 当然这部分回流的资金是不是护盘资金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仅仅只是一个猜测而已 不过 美国股市这两天的大起大落 很难说短期内会开始起稳 因此对于A股来说 这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另一方面 今天A股还有出现几个不是很好的信号 首先 我们看到今天护生两时成交量只有9728亿 这个数字比昨天是缩减了大约10%左右 而且 这也是继3月6号之后 A股的成交量再次跌破了1万亿的整数 其次 今天扣除科创板和ST后 故事两时涨停板一共是78家 这个数字比昨天大约减少了40% 而跌停板今天是10个 而且 一批前期的提债股的龙头 今天也是纷纷出现在跌停板的位置上 还有 这两天的一批强势股 像国卖科技 今天尾盘也都是出现了炸板的情况 另外 今天在龙湖榜上 我们看到机构席位也是出现了一个买少卖多的情况 今天被机构资金减值的一共有十几家 但是被机构资金增持的只有两家 第一家是四大半岛 中国功率半导体的龙头企业 今天虽然是个跌停板 但是机构席位却是意识增持了1.8亿 第二家 沙刚股份 属于互联网数据中心概念 今天机构席位是增持了1.44亿 不过 深谷同席位有小幅减值1794万 退冲以后 最终是获得机构资金增持1.26亿 那么IDC这个概念 也就是所谓的互联网数据中心概念 今年后面我们认为应该还是会有机会的 板块热点方面 我们看到今天最热门的应该属于海南板块 因为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个关于疫情后 海南旅游恢复重振的计划 不过我们认为 海南板块的这波强势 很有可能只是一个非常短的行情 整个海南板块的行情 应该会出现在后面 中国官方对于海南自由岛的规划公布以后 而这个时间点应该会出现在今年的4月份或者是5月份 另一方面 今天盘面上 科技股的表现非常弱 昨天我们就提过 如果高价科技股不能整体走强的话 那么对于后面的科技股来说 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制 所以 科技股后面的走势 我们可以参考卓胜威的表现 之前我们提过 卓胜威在突破前期箱体结构后 是出现了一波非常强势的表现 今天截止收盘 卓胜威是报酬在516.43元 跌幅是4.91%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 516元的收盘价 已经是回到了前期箱体结构的上演位置 后面卓胜威会不会重新回到前期的箱体结构区间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观察的地方 一旦卓胜威重新回到那个区间的话 那么这就意味着 整个科技股的调整时间可能会拉的比较长 另外 从今天北上资金个股数据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 科技股被北上资金减仓的迹象 今天北上资金净流入超过一个亿的个股 只有两家 分别是 招商银行净流入1.79亿 贵重茅台净流入1.52亿 而今天北上资金净流出前5名的分别是 赢得时代净流出6.88亿 在日K线图上 赢得时代今天是一个反抽不灵中轨 然后预阻回落的表现 然后是京东方A进入出3.97亿 格力电器进入出3.41亿 地形经历进入出2.62亿 中心通讯进入出2.52亿 五个里面科技蓝筹股只占了四个 由此可见 科技股被减仓的信号还是非常明显的 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目前的操作策略 总的来说 今天的很多数据并不理想 如果短期内A股没有外力刺激的话 像是中国央行降准或者是降息之类的动作 那么A股就很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时间比较长的调整区间里面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震荡区间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认为指数的跌幅可能不会很大 但是个股的波动会非常大 所以对于个股和板块的节奏把握 我们一定要注意 操作上一定不能够太激进 那么这是今天的说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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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